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 台湾一些势力企图在文化领域搞去中国化 力图削弱甚至切断中华文化在海峡两岸的血脉相续 这种鼠点望祖谋求台独的愚蠢行径 未来势必将继续撕裂台湾 一害无穷 不过民进党当局的小动作并不代表人民就会接受 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依旧会继续发扬光大 为了配合万立万象 晚民文化特展 高雄美术馆与中华汉服文化创意发展协会合作 举办了驻汉服听鼓琴的演奏会 吸引了许多热爱中华文化的民众前来欣赏 针对23号台媒报道 今年台当局不再由行政部门主计4月29号的正成功继点 有参展民众表示台当局不应该以政治操弄 洋气美丽的中华文化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明朝的服饰 这个在当时称为祁服 也就是穿戴在正式场合的小礼服 上面的叫做短袄 而下半身叫做马面裙 为什么今天要穿成这样呢 因为我要去参加一场非常别开身面的音乐会 深沉的鼓琴声回荡在展区里 民众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来自明清时期的鼓韵似乎有种魔力 能把民众带进沉静安定的情绪里 一起和音乐回到遥远的时代 你觉得穿这样的汉服来听古琴的感觉如何 很有那个feel 当你穿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回到古时候了 感觉很好啊 然后顺便就是展览其实很丰富 因为我带小孩嘛 然后可以顺便教他们一些历史这样子 因为你听古琴它本身 以我们现在假如它是一个音乐会 你也不会穿得太随便 就是一点也有小礼服性质 所以我们这次准备的女装部分都是以礼服 就是小礼服到礼服层级的为主 让大家去整个融合到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适合的穿着 这场演奏举办期间 正好遇上台媒报道 今年台当局将打破54年来的惯例 不在于每年的4月29日 举行的正成功祭典当中 只派内政单位首长出席主祭 这些热爱中华文化的民众 听到这样的消息很不以为然 政治上的操弄嘛 但是我觉得文化不会因为 短时间的操弄 然后就会不见的 那这边不做的 有人觉得很好 他会去做 就像台湾很多洋气不要的东西 传统文化里面的优质的 大陆那边现在是继承 发扬的非常好 五千多年的文化 我们是真的还要继续保持 不管局势怎么变 我就是中国人 海峡卫视特约记者张宜珍高瑞祥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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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